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吾不亦官司以 只曰替字 既冠而亡者 替为祭祀的名称 吾没有见过 注解所考据的很多 吾不信 因为汉代替孔子大约千年也没见过 武士运动至今不到百年 你们还不知道 纵使真知道替如他们所说的五年的大祭 祭天祭太庙 祭使知道替的意思 你往什么地方寄 今日故宫里的祭祭很多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 以佛家来论 乐器就很多了 密宗的音乐 今人也不知道 这一段写入老人 给我们说T 这是一种祭器的名称 冠有二种 一则殿酒 在当日三线后 色传时行冠礼 二则明日祭祀 前一天宰牛 在正午时 百香案不昼夜 有行星观祭 无曾当过 写入老人曾经当过这个祭官 行完礼 已久灌牛耳 这章是在出现的先前 今所说灌究竟指什么 不知道 今日旧事都来不及了 哪有以下考古 最急切的 在于学与自用 若是考古的学问 那是太平时候的事 那么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写入老人给我们讲 今天是什么时代 我们是在很动乱的时代 不是太平省市 那么我们学东西 是学与自用 这个最紧急切要的 那个考古 那是要太平时候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学了这个 应该重点放在学与自用 不是在考古 无不亦观之以 替记自行观礼之后 孔子便不想观礼了 研究这一章有什么用 这一章却是有所为而说 替礼是天子之礼 如果也行替礼 所以孔子说不愿看 从前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如果本来是传儿子 到西宫时传给兄弟 诸侯宗庙五祖 天子宗庙七祖 一个宗庙之内 中间为十祖 左招右目 背分不可乱 祭祀时要一一有次序 不可嫌麻烦 到西宫时就乱了 招募次序 有注解说 季冠以后本来是恭恭敬敬 到此便疲乏懈怠了 其实这是托词 写入老人这是推托的言词 不是这个意思 不论什么事不可以阅理 不可以乱的刺激 该做就要做 不该做就不做 从前商人为市民的罪末 这个市农工商 商排在最后一个 但是商人也知道 事忙先上帐 事情忙 那个帐先上好 动物归原 你们要学动物归原 一忙就乱了 一乱就亡了 就不行了 一些物品 我们动过 用了 用过了 归原原处 你原来在哪里拿的 你就换回去哪里 那么下次要再用 才不会忘记 那么写入老人 特别欠我们 要学动物归原 我们不管用什么东西 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 如果用完这个物品 乱丢 下次再用 找不到了 忘记了 不晓得放哪里去了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有次序依规矩 就可以往生 否则歧路之中 又有歧路 那么这个 做任何事情要次序 要依规矩来做 这样就可以往生 西方 那这个跟我们念佛 关系就很重要了 否则歧路之中 又有歧路 所以这个守规矩 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戒 这属于戒 因戒申定 因定开悔 这个生活上 方方面面 都要有次序 也有规矩 这样我们 念佛 功夫才会得利 如果不是这样 那歧路当中 有歧路 那这个当中 这个岔路太多了 因此我们 学习 伦理讲记 那对我们 念佛人讲 实在讲 就是帮助我们 念佛 往生西方的 所以这一点 特别是念佛的同学 必须要知道 好 那么这一章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无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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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